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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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窯人 數百年前開始生活在 馬來西亞、菲律賓 及印尼之間的海域 號稱海上雞布塞 这个民族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 有人称他为海爷爷 他可以不背氧气瓶就下潜到30米 一口气还能够撑一小时 在海底就像在陆地打猎一样 捏手捏脚的接近猎物 就在这个时候大师出现了 当然刻步容缓趁盛追击 马上出海打鱼去 我好像到了要潜水的地方 我要在这边见识一下船舟中 可以在水里面看一个小时多的温馨 可以在水里面待6分钟 这一次都以为说6分钟就是海鱼 一小时是什么动物 金鱼 在下水前大师又特别沉浸了一次 说他的记录其实是10分钟 而当时的我带着一丝轻蔑 跟着大师往前游 就在他发现目标渔群开始下潜时 我发现我真的被彻底打脸了 倒不是他潜了多久 而是他在水下面的阴姿 让我整个被震慑住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一个男人 用好美这样子的形容词来称赞 观众朋友马上就让我来为你实况转播 大师超强的 他很帅耶 他就是在上面看 在上面看 然后他有一个起手势 就他下去之前 他两只脚就不晃了 然后就伸直了 然后他就这样 下去之后 然后一个翻身就往下 然后我真的有看到他走在地上 可惜 大师第一次射击失守了 但是这时的我已经幸福了他 不会再带人任何怀疑 果然大师再一次看准目标 在水面深吸一口气之后迅速下潜 缓缓地接近目标 咻 和医生这一次就打中了 这就是大师甲造了 这个也是铁鱼吧 嗯 他的皮膚摸起来也蛮像炸彈 就是那个大哥 就是那个大哥 哇塞 下去又飘了一根水 真的是炸彈鱼 这个大哥超级好笑的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拍大师啊 然后拍一拍 他就会从后面叫一下 安娜 然后就拆掉一条鱼 我跟高爷都在讲说 他是来拆台的 因为他打比大师还要多 更好玩的是 大师马上就做出回应了 而且不是以量取胜哦 是耐心的等候 打了一条更大的上来 他通常站在地上的时候 已经是打到鱼了 打到鱼的时候 然后他就直接站在下面 然后检查那个鱼 然后把那个鱼 从鱼腔上面拔下来 他下去的时候我都有计时 最长的一次 差不多有三分钟 这没有他讲的说有十分钟 可是我觉得 大概也不需要到十分钟啦 除非是他必须要走在下面 然后可能要追某一条大的鱼 但他基本上一下去就吃到鱼了 不愧是大师啊 大师打到大只啊 好快 我把他打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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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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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 来啦 哇塞 噢 OMG 这只超大的 倒掉 这是倒掉鱼 对 而且这一次 那个大师在水里好久 他就站在下面 我看到超帅的 我们今天鱼货超多的 我只能说 贏啦 哇 我有食物可以吃了 我是应该要跟他学啦 但是学不来 不可能 所以我就吃 我请他们打到鱼 耶 六起条鱼 哎哟 好歹我也做了实况转播 不需要 一定要我自己打了才能吃嘛 好啦 不然这样子 我加个马 趁着八摇人还在准备晚餐备料的时候 我带你们去看一个有趣的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师下水时候带的蛙镜 那个可是八摇族代代相传 自己手工制造的哦 我们马上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可以看到吗 嗯 这就是他们的蛙镜耶 要从木头锯成这个样子 应该是要先算好一个距离吧 哦 我看他是砍这个东西需要花多长时间 finish and then second step 很奇怪哦 我看得出来了 他现在是先 先把这一个面 刚刚是用切的 把它剁出来之后 然后再把它 锯成这样子的大小 almost 哦 哇 你看 是不是 转眼之间 就挖了一个豆 我刚刚太傻了耶 他完全就是土把链钢的 用刀片在那边刮啊刮的 就这样一片一片把它刮下来 就是 我一定要来比一下 这一片是完全没有使用的嘛 然后他就在这边这样子比 然后看到说他觉得哪一边要消掉 就开始慢慢磨 用刀片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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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然后最后要完全吻合到这里面的这一个边耶 这是不能有任何误差的 你只要有擦出一点点的话 他就可能会进水 他们在把它放进去之后啊 他们会用一种胶啦 或是也是树脂之类的把它填平 所以就把那个绳子绑上去 连接另外一个芯片 还有连接自己的耳朵就可以带上去 几乎要完成啦 就已经把线都绑上去了 但是他刚刚没有量过我的脸型啊 就这样子绑了 这可以我可以带一下水吗 不可能 哎哟哎哟 长度是还可以的 你眼前怎么有线啊 我带上去啊 这绳子太短了啦 这个这个不是 这不是我的绳子 这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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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有神你有大头 哈哈哈哈 可以调整的吗 哦可以调整的 我哪知道 我怕给他拉一个断了嘛 我哪知道我怕给他拉一个断了嘛 我哪知道我怕给他拉一个断了嘛 我哪知道我哪知道 你就看到他们这个 这么费工啊 然后才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们 毕竟他们生活在海边啊 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补鱼 所以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 生活必备的工具啊 哦 你看得很漂亮 跟巴瑶这一支海上民族 深度的接触之后 我认为很特别的是 他们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不管是房子的建造 跟景观的摆设 还是捕鱼的工具 就像是鱼枪跟挖镜 都有自己的美感在里面 而最美不深收的 当然非他们的永济莫属啦 那是一种浑然天成 一种宜然自得 我们现在要敲那个 我们现在要敲那个 唯一没有直接在那边生吃的这个贝类 哦这壳相当硬啊 要慢慢把它敲开 然后去拿里面的肉 超难的 鱼姬我帮你找一个帮手 你? 你帮我帮你? 这个? 不要 我都要敲那么久了 Ana 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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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o Makang 到底叫什么啊? 吃饭 Ma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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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洗 Ena 这个肉 这个就很完整 这个非常非常完整 一整块的这个螺肉 她说可以生吃耶 哦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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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贵哦 哇 就是这样才对她串烤 串烤 串烤这个贝革 就是我的了 你们就看着我吃吧 我跟你讲 我今天在看你们吃早餐的时候实在是气得要死 我就只能吃香蕉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串烤这种东西的啦 哇 五只 这样子烤起来一定超好吃的 传统八窑人过着没有时间 没有行程规划的生活 睁开眼睛就是到海里陌生 而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 这些小船就会聚在岸边 几乎人家就会把他们今天的渔货一起煮来分享 这应该也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吧 相信以前那些海爷爷在水底打鱼时 脑海里想的也都是家人的笑容吧 拍电影啦 我们 太美了 一望无际的湖面 谢谢 谢谢 但是我真的搞不太懂 在这个冰面上面 负二十几度 二十几度 然后有风在吹 在那边刮 怎么会有人 想要一直坐在那边 然后来那边冰掉啊 前面有一些大哥已经在钓 我们来问一下 当地人他们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布里边 睡觉啊 不要把我的学语叫做 等一下 好不好 讲中文耶 哇 你好 你好 我是Michael 顾虎我老蟹 老蟹 哇 好酷喔 中文讲的Burban 我想问你这个东西 怎么来的呢 这是什么 我跟你说我在台湾呢 有天才小吊手之称 没错 对不对 你知道 这东西按道理来讲 对 我们这边也可以用啊 对 但是可能要再等半年 等半年啊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钓具吗 钓具很简单 这边有好多啊 这样子就可以证明 我们台湾人比较长的了 希望俄国人的玩笑尺度不会太短 原来冰钓就是要用这种短短的钓 不过这是什么道理呢 接近洞口了吗 还没 再来一点 看不到啊 有点不方便对不对啊 我们钓鱼啊 就是安静的环境才好 你吵闹的时候 鱼会跑掉的 对 你钓不到 第二个呢 你是边钓边喝酒吗 我坐着你站着啊 我们两个人怎么喝酒 对不对 对 不太方便 而且我主要 我很想问就是 你们在这边不会冷吗 那不冷啊 你看看我们喝的是什么 福特加 福特加有四十度 四十度 四十度 外围是 负二十度 负二十度 平均 平均就十度啊 呃 四十度 减掉了现在当地像负二十度 负二十度 对 那应该是正二十度 对 算错了 对 我不太懂数学 所以我才当这个酒店的经理 他是这边的经理啊 他是这边的经理啊 老板 老板啊 你怎么不知道啊 你怎么不知道啊 都跟我穿的一样吗 原来边钓边喝酒 就是不怕冷的秘诀 而且就算是零下二十度 跟这么幽默的俄罗斯老板一起 根本不用担心 冷场 好 而且要离我一米 为什么要离你一米 因为下面也有水流嘛 两个线勾在一起 我们就不再方便了 这边吧 这边吧 好 到一米 来 很辛苦的哈 真的好辛苦 来来来 来了 哦 有有有有有 然后呢 下一个动作就拿这个非常科学的工具 多科学 非常科学 多科学的工具 一定要这样 然后就慢慢慢慢把这个里边的病啊 拿出来 哦 它会挡到了线 对 对不对 你没有挖的时候啊 里边的这个病马上就解了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快速的把你的那个雨线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慢慢喝酒啊 前面动作要快 然后后面就可以慢慢喝酒了 没错 我们这边的北极圈的男人总是有借口嘛 怎么说叫有借口 木头嘛 是不是要每天每天这样砍 披 对要披 要生活啊 周末一旦闲着了 想看看电视啊 享受享受 其实肯定是可以跟你说 哎 你去披披木头 你女老婆吗 叫你去披披木头 当然啊 不是她谁谁谁会跳舞呢 哈哈哈 ok 老婆叫你披披木头 这个时候啊对不起啊 我披披鱼回来了再披好不好 这个大家没关系 哦哦哦哦哦我懂了我懂了 我听到了 然后呢我 我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喝醉的 对不对 回家就披不了木头啊 要等到假天的早上 对不对 就不要披披木头 所以你说冰钓也是你们的借口 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一个借口 我告诉你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说法 等一个月啊 等一个月啊 真的可以钓到鱼 这是我们男人的秘密啊 你不能透露好不好 我不会 你不要讲哦 不能讲哦 这是我们男人的秘密哦 这个是右手啊 左手啊 左手呢这个被子啊 对 这个是假如是吊杆 对 你要放进去啊 放进去 放进去 对然后这样 跳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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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进去 再放进去 完了然后就喝一杯 哈哈哈哈 然后 哇 你干掉了 再倒 再倒 哇 好浓哦 再喝 喝 喝 啊 厉害 真棒 到原本还交代 要聊出俄国人喜欢冰钓 有跳到吗 是体现战斗民族 骨子力 很Hardcore的骄傲层面 有跳到吗 结果 没有想到竟然是为了逃避家中所舍了 还有最后一点点 还有最后一点点 是想喝酒 最后一点点 还有和兄弟Mass Talk的借口 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 哇 帅气 但是 我们连一条鱼都还没跳到 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啊 也有科学的方法 也有科学的方法 嗯 现在的很多技术 允许我们接着很多人 能够吃鱼 在金金斯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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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大概一下 你大概一下 十分钟就到 十分钟后 到底会出现什么科学的方法呢 十分钟 十分钟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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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来了 救命来了 兄弟来了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啊 我们跳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 可以交代 可以交代 就可以交代 老婆 你看 成果多么好 快给我煮一个哈 哈哈哈哈 这是鱼干吧 这边不是很冷吗 对啊 你开玩笑啊 我们在这边待了那么长时间啊 你以为它不会冬掉吗 就是这样啊 我懂了 借口 这是借口 这个是六个小时期间钓到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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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秘密啊 这是秘密 超美的世外桃源 饿嫩河 我们来啦 据说成吉斯岸小时候 就在这里长大 最惊喜的地方 就在河里的鱼 一点也不合理 因为最大 竟然可以长到六十公斤 不可能吧 我真的很难相信会有鱼耶 对 我也很难相信啊 而且你都说很大 对 好肥大 好快的下来 成吉斯汗用过的鱼 好舒服喔 超冰的啦 有加持过的感觉 好厉害耶 成吉斯汗在里面洗澡尿尿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让我找高十公分 耶 希望我们考试都考一百分 耶 谢谢成吉斯汗 我们现在很认真地在钓 我们会去问他一下 有吗 我感觉要灭顶了 灭顶了 太夸张了吧 这样就要灭顶了 很夸张耶 阿肯帮我们问他一下 他在这里钓过最大的鱼 最大的鱼 有多大吗 Fish Beak 这水这么浅 他在开玩笑的啦 真的 这么大的鱼只头要这么臭耶 他都这么长 他多胖 多胖 多胖 喔 这样 这是长条形的 什么鱼啊 这么长 好特别喔 其实这个大小很像 我们那种鲑鱼那种大小 而且很像那无锅鱼 无锅鱼很扁啊 没有 可是就差不多啊 无锅鱼 应该像鱸鱼吧 鱼鱼们这几只真的很无知耶 是大是小 是圆是扁 请当地人钓上来就知道啦 这关就凭你们的运气啦 请预测 等一下钓上来的鱼有多长 最接近的可以获得一分 手伸出来 我猜今天钓不到 可以吧 可以零吧 我猜今天钓不到 可以喔 我猜大概 最大概就这么大只 就这样 忠实要讲 你说八长 我猜八长 我猜八长 讲了就没有 没有 没有 讲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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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种大小我们都钓不到 我们血掉 那我猜一猜 到你这颗字 好不好 那是透透 就到你这颗字 到你这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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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杀的 对对对 手工杀的位置 这应该就蛮大的吧 你把我想要的大小讲走 没关系 我还没有确定喔 好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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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子 可能 就这样 你对不对 这颗字再往下 你自己好重喔 一个指节 你自己很重欸 你不要让我最后选 是不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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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觉得我今天 我觉得我就是要受惩罚了 不一定啦 说不定 他今天真的就钓到小鱼 一定要钓到 我一定不要钓到 拜托你不要钓到小鱼 好啦 下好你手 哇塞 这里的钓鱼方式 也太特别了吧 既然是边走边钓 从上游往下搜寻 鱼群聚集地点 一旦遇到水流交位处 便是钓鱼的最佳水势 因为鱼儿最喜欢在纳觅食 而且没想到才五分钟 就种鱼啦 不是吧 快到连摄影机都来不及拍 太残念啦 耶 种鱼啦 钓到了耶 还真的钓到了 而且 但是 Size还真的蛮大的 因为现在的地方 其实蛮浅的 你看看 到我脚这边而已 好啦好啦 耶 欸 感觉像谁的耶 没有好不好 欸 感觉像谁的 但是其实完全没有 完全是真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们 它们想去哪里 它就去哪里钓 后来它们一跑过来 就真的钓到了 我们还在拍照 聊天 打屁的时候 就中了 而且真的不小 真的不小 好 哇 欸 真是对的鱼啊 不可以吧 这有点像櫻花公 不可以啊 櫻花公 是我们家的 对不对 等一下 好 好 好 等一下 我们拍个照就 因为鱼的身体上 有明显黑斑 又像是狗头鱼身 因此叫做黑斑狗鱼 这狗鱼身体细长 成圆筒状 喜欢七行于水温较低 水草重生的沿岸地带 是这里的特有鱼种 恭喜苍蟹又获得一分 欣赏完二嫩和黄昏的美景 钓上来的鱼 当然要帮观众试试味道了 马上回到今晚入住的度假村 有请厨师帮忙料理 连陈吉思汗都为疯狂的 蒙古道地美食 上菜了 太多了 刚刚的鱼呢 现在已经在我们眼前 已经炸好了 而且他们这边的吃法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他们要去头去尾 只留中间 然后切块 对不对 头尾真的都不吃 不吃鱼头鱼 为什么 因为蒙古做鱼的时候 这个料理过程非常简单 而且没有吃鱼头的习惯 就我个人认为 可能鱼头也没什么肉 就不吃 鱼头 鱼头胶齿多女生多好 你以后来台湾 带你去吃鱼头 我跟你讲 珊娜 会吃鱼的人 就是吃鱼头跟鱼尾 不吃中间的 其实这个有点夸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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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这鱼肉厚刺少 肉质细嫩洁白 加入洋葱末提味 风味超棒 很嫩 这个鱼肉真的是蛮好吃的 对 真的没有土味 没有 其实蒙古人很少吃鱼 所以料理手法比较简单 通常会搭配香浓的蒙古面条 一起吃 它的味道类似我们的清炖牛肉面 滑顺的面条 配上有嚼劲的牛肉 实在是太享受了啦 说到托巴湖可得好好来介绍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山湖 只要到苏曼达 一定要来朝圣一下 而且这边属于独立的淡水湖泊 养出来的鱼不但绝无精油 而且肥美无腥味 连新马的旅客 都会来这边尝鲜喔 如果 这是真的吗 如果一般家里有养井鱼的话 你会发现很像 但是这大到超夸张的 我的天啊 这鱼狗极大吃的耶 来吧 你可不可以看到很像井鱼喔 这么大 而且每次都金黄色了 好漂亮喔 真的好肥喔 它看起来不会笨重 它们都活力十足耶 Vincent 这是什么鱼啊 鲸鱼 鲸鱼 就是鲸鱼 哪一个鲸鱼 黄金的鲸鱼吗 鲸鱼 这些真的可以吃吗 我们台湾的鲸鱼 不是都小小的拿来观赏用的吗 这个是可以吃的 我们现在二话不说 就捞一只上来 我们当中餐吃 好不好 好 这鱼真的太嘻哈 橘黄色的鳞片 根本就是夜市捞鲸鱼的 终极放大版嘛 看起来像井里的多巴湖鲸鱼 会这么肥美 就是因为多巴湖的水质 干净无污染 而且当地人还用鱼肉喂养 每天大鱼大肉 难怪多巴湖鲸鱼 看起来白白胖胖 活力十足 海湾客加油 给他拼一只最大只的 午餐夹菜 嘿 帅鱼 我们要挑一只最大只的 这一只还蛮大的 橘一点还是红一点 来来来来 有兴婷你有在夜市捞过鲸鱼吗 有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超好玩的 捞鲸鱼 捞这么大只的鲸鱼 捞这么大只的鱸鱼 你怎么会破网 这个不会破啊 对啊 不可猜 要捞哪一只 你挑一只啊 都可以 你只要捞得起来就好 啊 啊 要吗 因为他很大力 来 哎呦 哎呦 突空 哇哦来了来了来了 你去捞那边 他啊你去捞那边 来了来了来了 我全尸了啦 走不到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他也还跳出来 好可惜哦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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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来 水 水 水了 快点 刚刚我 好大一只哦 哇 可以 可以 哇 好肥哦 小心 哇 好大 小心 小心 无形体 无形体快掉下去了 小心 小心 你还要跟他接吻哦 大 超大的 哇 帮我们问一下最近算不算大只 Benton的算不算是这边最大只的 你一直停 夭秀 这只鱼真狡猾 他一个move 握擦脸就要跟他一起回老家了 不过到手的鲸鱼跑掉了 这该怎么办 别担心 一回生二回熟 刚刚我好像掌握到捞鱼的诀窍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保证捞更大的 是的 吴巾你好厉害哦 吴巾 你是捞鱼大师 我博装抽筋 哎呦 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哇 一回生二回熟 哇塞 随便捞都捞得起来 要不要长久居住在多巴虎啊 我找到我的第二个事业了 舞蹈二度就业 一回生二回熟 来 哇 崇拜你哦 抱着来 啊 啊 哎呦 好可怕的啦 還是我们就这样 不要抱了 走 小心 不要抱 比你这样子 这次超顽强 这次超顽强 好了 妳要玩 她不喜欢你啊 妳好像抱自己小孩哦 她好可爱喔 妳好可爱哦 妳还在抱妳自己小孩吗 几个月啊 哒哒哒哒哒 歌爆的不是小孩 而是一把電吉他 現在就讓我為各位彈奏一曲勝利的樂章吧 太好啦 多巴胡美味大魚任務 打正 現在就跟著當地的巴塔克人 看看他們是怎麼料理多巴胡鯨魚吧 首先將大蒜 辣椒 黃薑 豆蔻 巴塔克花椒等十幾種香料切成小塊 放入調理器打散後 再將鯨魚分塊洗淨 擺入鍋中擺上香茅 淋上剛剛打好的巴塔克香料 蒸到湯汁收乾為止 過程不到半小時 金黃多汁的多巴胡大魚上桌囉 我們剛剛辛辛苦苦抓到了鯨魚 沒想到呢 一魚可以兩吃 這兩盤就是一條魚 同一隻魚 超大 它竟然可以做成兩種不同的盤子 但是同一種口味 好棒喔 你看多到已經這個樣子了 太大的份量 但是這跟我們剛剛看到它實在是差很多 對 嗯 它用的這種料理方法 感覺已經用了七七四十九種藥材了 有這個 不停的醃漬 很像對 很像咖哩塊而已 感覺有滿滿的香料在裡面 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製作單位給我們一個艱難的任務 什麼任務 我們都已經抓到魚了 它還要給我們艱難的任務 就有關於吃魚的部分 怎麼樣 我們現在要輪流吃 吃一口 嗯 就要講出一種香味 香料的名字 就要猜出裡面有什麼香料 對 每個人都要講 吃一口講一個 吃一口講一個 對 啊你如果答錯 它就一直輪是不是 對對對 答錯的話馬上出局 出局要去哪裡 出局的話就是離開鏡頭 哦 好險不是跳的 不是夏天就是要玩水 哦 你這個提議我覺得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哦 辣椒 黃薑 大蒜 哦 欣婷你有吃到什麼味道嗎 我還沒吃呢 你吃吃看啊 好吃耶 它有點香毛耶 還有紅蔥頭耶 欣婷你有吃到什麼味道嗎 你知道規則嗎 香毛 我講過 不是說好我可以講辣椒的嗎 我們節目不say的 哈哈哈哈 哎唷 哦 哇 你搞的我們節目都那麼say的啊 我沒有耶 你說什麼 印度粉 我先睡一下 可不可以幫我圍姬百科查一下 什麼是印度粉 印度粉 我不知道有什麼啦 妳吃 妳好好的幫我們介紹吃起來的感覺 我們就算妳過了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就是呢 一吃下去呢 你可以先吃到它 滿滿的香料味 非常濃郁 再來呢 它的魚的肉是非常的細緻 然後呢 你還可以很特別的吃到它的鱗片 它鱗片是可以吃的 就跟我們一般吃的魚不太一樣 我都拿了一天要去安靜 不會吃到它的鱗片 如果我剛沒控制 你不小心吃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媽呀 你有看到前面嗎 我現在 我現在已經抓著不然洞了哥 不是 滔滔江水 已經綿不絕的感覺 而且 它那個漿非常多的水 我會一直在船 我們船上要晃了 鴻哥可以幫我拿我的救生衣 你也有我嗎 鴻哥 嗯 前面那個水汽是什麼 前面水汽 瀑布啊 瀑布 瀑布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要往那邊去吧 我們 我們要靠岸吧 我也不知道船夫要帶我們去拿 不是 你跟船夫講一下啊 我們語言不通你可以吧 船夫說 那個 再往前面一點點 所以後面就是直接船椅這樣下來嗎 它都看起來還滿大的耶 這個就是東南亞最大的瀑布 東南亞最大的瀑布 小心 小心 那個大哥本來 他算在那邊接我們 我們是應該要在那邊靠岸吧 對 大哥就叫我們不要再靠地人心 沒有啊 我們要靠岸 要帶這一個人 不是 我們應該要在那邊停的啊 我們不要再往前了吧 我們要稍微繞一下 因為它現在水流滿壞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被水流帶著走 靠靠表岸是這樣嗎 對 為了尋找最狂埔於人 我們大船來到了東南亞最大的瀑布 恐怕名瀑布 乾雨季落差就將近八成樓高 瀑布一天的流氧相當於人要合上 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八天的水 如同成千上萬噸的河水 極洩而下 耗著這全世界最寬的瀑布 噢媽呀 這掉下去不是開玩笑的耶 看一下影片 哥你先看這瀑布 應該就是這個繩索吧 那邊那邊 這瀑布超級急的耶 我們 我們昨天那個根本就是小兒科 所以 從那個上面 游下來到這邊匯集處 這就是東南亞最大的 聚集的河 瀑布對不對 對 因為那邊是上游嘛 走鋼索那個最狂的漁夫 就在這個地方嗎 應該是 因為就是這個繩索啊 欸 哥 沒有人 沒有人 去問他一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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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會在這邊走這個 就要走去捕魚啊 阿 阿 阿 這樣這樣這樣 我覺得他很面熟耶 他會不會就是我們影片的那個人啊 我不覺得很像嗎 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我覺得他超級面熟的 我覺得很像企劃剛開始我們來的時候 給我們看的那個影片 欸 真的耶 對 這 這是你嗎 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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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影片中的那個人 這個漁夫 最狂的漁夫 就是大哥耶 你為什麼要選擇用這樣的方式捕魚啊 蛤 對 你沒有想過 就是你生命可能會受到危險嗎 然後逛在一些激流的地方就好了呢 可是這麼危險 你沒有想過 就是你的生命可能會受到危險嗎 為什麼你要選擇這樣做 為什麼不跟其他人一樣就是 直接灑網 然後逛在一些激流的地方就好了呢 大哥說 因為接下來的地方是別人的漁場 因此沒有地盤的大哥 必須到更危險 更沒有人到得了的地方去 就因為如此 大哥選擇自己架繩索 冒險走到河的另一端 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漁場 大哥已經上去了 他就測過這個水 然後爬上去 完全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安全措施 可是水是非常非常寬急的 你只要掉下去的話 你就會直接就是被衝到那個會流處裡面 但其實我們現在先看 很專心先看大哥走過去 他上面手用抓的 然後下面腳就這樣撐著那個下面的鋼索 這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前進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現在應該是要過去了嗎 哥先走 哥 哥先走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還蠻害怕的 然後 剛好現在在路所以 我也不知道會怎樣啦 就是能不能夠成功挑戰 然後到對面去 但是就剩現在跟我親愛的家人們 還有我愛的人 我跟你們說就是我很愛你們 然後 啊 我不知道跟你講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 很多話想要再跟你們說 然後很多事情想要再跟你們做 然後 最主要是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 在冒著生命危險 謀生存 然後也希望你們可以透過這一次的拍攝 然後 了解他們的情形 對 無可貝爾 哥現在 上高速了 然後 他現在先 一步先前進一次 然後希望 安全第一 安全扣 安全扣 哥還沒有破安全扣 哥現在還沒有破安全扣 你安全扣還沒有扣 哥 安全第一 我現在已經抓到繩索了 抓到這個鋼鎖了 然後 感受一下他的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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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現在從這邊看啊 這個距離 非常非常遠 我要去試試看 全世界唯一的這種鋼鋼頤鋼鋼鋼鋼鋼鋼鋼 這種不是日本的鋼鋼鋼�ufen 超激滑 現在已經先上安全安全鎖上好了 然後他現在先往前面走剛鎖 安全第一 他比我整個空的還要晃 運行哥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在神鎖中停了下來 還聽不到大家呼喊他回來 哥 你不要嚇我啊 他比我想像說還要晃 雖然剛鎖他不會彎掉 可是 我的腳死了非常大的力氣在 在站穩 我光是站穩 就已經套了很大的力氣 我想辦法再往前走一些 我現在的腳 就是 我已經感覺到 有風 然後繩索在晃 今天他是鋼鎖 可是越到中間的地方 他會越不穩 我只能把 只能把腳站穩 手不能抓太大的力氣 哇 我下面 我現在的腳站就是那很堆積的瀑布 然後必須會讓你們看到 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有生命來搏鬥 其實在那個當下 我只看得到我腳下的鋼鎖 還有滾滾黃流 我耳朵只聽見巨大的水聲一泄而下 我根本就沒有聽到他們在叫我 就連鋼鎖上很多很多痠意 爬在我腳上 我都沒有感覺 我只有看著眼前 我只有想著 我想要為大家多感受一點 魚人為了生活在搏鬥的心情 哪怕是一點點也好 你知道我剛剛 因為一開始 被邊邊的地方 會比較緊一點 然後 好像很穩 可是我越走到中間的時候 他就開始越晃 然後當我低下頭 想要看著腳步的時候 我就看到如果 很急的浪 很急的激流 就在我腳下 然後 我就覺得他們 他們就這樣冒著這些生命危險 然後 只是為了要 只是為了要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任何一個 沒有地方讓他捕魚 這些 然後 我們在這邊 我們冒著生命危險是 希望可以讓你們看到 就是 他們 他們 他們的辛苦 然後 所有生活在 像我們這樣子的 都市裡面 我們這生活環境這麼的幽默 他們只是想要補到幾條魚 可能只是想要養家 就必須要抱著這樣的生命危險 我剛剛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非常害怕 然後 看到下面的機率 我想到的就是家人 所以我 我後來決定放棄了 我決定不要過到最後面 因為 沒有什麼事情 比 安全回去 然後 看到家人還是要更重要 對 哥 你真的很棒 聽大哥說 在這裡的漁民一旦撒往方向錯誤 都很有可能被捲入急流之中 再也回不來 大哥第一次上綱所捕魚 是在十五歲那一年 跟隨著父親的腳步 帶著緊張的心情 慢慢地走到繩索另一頭 但將捕魚當作職業是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父親的過世 加上還有六個孩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 選擇繼承家業 從生疏到熟練 到現在的習以為常 雖然我們看來是驚人之舉 但對大哥來說 這就是生活 大哥 剛剛我們有嘗試想要跟你走一段 但是完完全全沒辦法 你到底是 你到底做這件事情做了多久 那有多久 那一年 那一年阿爸 那一年 就差不多二十多年 那十多年 你現在漁獲量是多少 那一年 他說今天過去的話就沒有 沒有捕到魚 今天不是都沒有捕到魚 對 所以他每一次都冒得非常生命危險 他怎麼一定會捕到魚 對啊 就是二十年來 然後年輕一點的時候 幾乎是每天都做這件事情 然後每天冒得生命危險 但是 也有可能沒有魚的時候 這一趟旅程 我們不是為了冒險而冒險 而是為了紀錄生活 體驗生活 看似平靜的四千美島 裡頭的人 竟是每天用命在拼搏 拼一個豐收的機會 活一個安住的日子 在驚濤駭浪中 努力活出自己的平靜 冒險的定義是什麼 這樣超狂的捕魚方式 在外人眼裡就是冒險 但對四千美島的寮國人來說 他只是生活 地表最狂捕魚人 他們的生活